郭文貴議員 主席大家好 有請賀立委、賀博士 請賀博士 跟李貴玲、李先生 李先生 人多 謝謝 請 貴玲兄,你等他那麼多 賀博士 剛剛我們有聽到台電 台電的輻射防護的偵測員崔國立先生 談到說你的資料是錯誤的 是不是 你有什麼看法 按一下 你的麥克風按一下 我的資料90%是從 叫做 核一場用過核子燃料 干涉儲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書 這是報告書是誰做的 報告書是 原來是核研所去承包 然後交給台電 台電再交給 台電再交給 原人會審核通過 有30位評審委員通過 你是根據那個資料 對,裡面的錶 6.4.9之一 是 我唯一做的是 就把它 錶裡面的數字 除以 一個一般的安全 就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背景 輻射值 比方 蘭嶼0.043 那 我是除以0.03 因為為什麼0.03 這是一個參考值 就是我完全沒有 因為蘭嶼有 有核廢料產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的原始的數據 全部都是 台電委託核研所 核研所又交回台電 又原人會30幾位專家 審查過的數據 我做的事情就是 最後有顏色那一排 我把它除以背景輻射值 再除以 在這個背景 在這個值之下 人工作幾天 會超過 它上面所講的 那個叫做 呃 承受度 它的一個設計值 就是說 你超過這個 才叫做過曝 在這個之下 就是安全的 嗯 那麼它所審核通過的 是我們背景輻射值的 十萬倍 在十萬倍之下 都是安全的 所以你算出來 根本不是這樣 不 我就是在換算而已 嗯 原始值都是 這個表上的原始值 好 那我了解了 所以如果 現在賀博士已經解釋了 那如果你們認為賀博士 的那個算法是不對的 你們等一下再跟他討論 那必要是我的辦公室 可以來開個協調會 不過因為我今天時間有限 謝謝 那我請那個李桂林李先生 來那個桂林 我現在要讓老委會 跟那個台電的高層 了解一件事情 李桂林先生 他在民國69年 他在核一廠工作的時候 那個我知道 核電廠的員工裡面 每一年都會給他做漸檢 他就發現 他的血液有問題 而且是刺發性 刺發性就是 不是他天生體質 不是原發性 是他事後環境 或他的工作感染的 對不對 69年就發現嘛 所以69年把你調離開核一廠嘛 讓你 因為知道你不能夠繼續在核電廠工作嘛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請掉 自己請掉 成功 還不准我掉 那要我拿證明 我才去拿證明 那經過染色體 這種也經過半年的追蹤 才開出來 不是隨便開的 刺發性的 對那改成刺發性 因為我剛剛講過 有我的父親算計 是血小板的問題 對 血小板 血的問題 有我家族 有我父親往前退三代 沒有人有癌症 沒有人血液有病變 所以刺發性 那你就請掉 離開核一廠 到那個明湖 明湖 但是那個明湖是籌備處 那實際上叫做大觀電廠 好來 那為什麼又回到核二廠去 又到核二廠 因為我其實我還沒有調動 只申請調動的時候 就有風聲 他們怎麼很快就知道 就打電話到我家 他告訴我說 那你是第一期的 而且你都沒有跳過機 你這個 你管理核一的時候 你管理的部分 都沒有跳過機 對 你這樣的人 調出去太可惜了 不要去了 來 我們這裡 我們有什麼什麼條件給你 我說不要啦 我就已經調了 可是我去報到 我在那裡上班 天天都有電話來吵 吵到我們那個店長 廠長叫常世軒 他說你到底是怎麼樣 你是什麼人 怎麼這麼麻煩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麻煩 到最後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調動以後 我太太 她小學老師 你知道那個戒嚴時代 小學老師 跨縣師只能夠 一年只能暑假調一次 那我想好嘛 我一月份調成 她到八九月 我就說好那我戒調 我就戒掉來支援 確實很多人都不會做 那個有公文 有簽文 支援何惡 對 我說我支援 你戒掉好了 結果想不到 好像69年底 71年就拿一個派電給我 他說你已經是核奧廠的人了 不是支援 結果就變成正式調入 後來我去追問才知道 那個問題炒到什麼 炒到那個時候叫做原子動力處 原子動力處也不敢答應 最後我的派令是有人事處 很奇怪喔 我只是一個小工人 人事處發布都是高階工程師的 我是可惜那份丟掉了 就是跑那個老委會鑑定的時候 跑來跑去弄掉了 但是我知道那個編號叫108 就是這樣硬把我調過去的 他們明知道你的健康已經有問題 還把你調到何惡 對 我說我已經用身體有病的 這個調過來 他說沒關係 我們這怎麼樣怎麼樣處理 你安心 其實還是進到法令器廠房 還是到契機頭 福射很高的地方 對 我這裡有張照片給大家看 來 你看我那個麥克風一下 好 我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燃料池 這個照片就是我造的 那還有那個一張契機很大 像這個契機頭 這個氣輪發電機 主蒸氣到這裡來 這裡前面當初 那個保證物理應該知道 這裡就有 我們當初是老單位 水勞工部部長 十幾個熬 你看一下 對 十幾個熬 明知道他的身體血液都已經發生問題了 還把他硬調回何惡 而且動用到仁二世對不對 對 他要拍這個當初是 當初的 估計要做這個十年慶刊 他光照相跟扁牌要四百萬 他未來要省下這個錢 他就找我 因為我在合作廠開過攝影的課 他來找我 我說我有身體 我有問題 可是我的計量配契都被沒收了 我沒有計量配契的 我是吉卜賽人 然後他說沒關係 這個我負責 這個進去的這個通行單我負責 我說那我 沒有計量配契機 對 那我跟他講 我說我沒有配契 我說我沒有配契 他說沒關係我們來 那麼就這樣 我說我不想拍 仁澳喔 那個時候恐怖的 就是準備總部喔 他說你看著辦 你拍不拍你看著辦 這樣恐嚇我 當時是戒嚴時期吧 對 後來呢 有人拿那個公文 就傳來傳去 結果放在一個地方 我看怎麼人啊 我拿來看 裡面竟然是在調查我 準備要陷害我的文件 我改天可以公布 所以你只好被迫進去 然後就吃了很多計量 然後他們也知道 會吃很多計量 所以不讓你帶那個 不是不讓我帶 因為我已經被管制了 被沒收 我已經被沒收了 連帶都不能帶 根本就不能進去 他們管制都好 都怎麼樣都按照規定 其實那個都是 其實原能會 和言所跟這個台電 一秋之末 之末還高估了他 是 那個你跟我講說 民國73年的時候 有一個資源大修的維護中心的人 也是血癌過世了 對 包括立委 就是因為 他來資源大修回去以後死了 死了 那當然這個人就死掉了 死掉也沒辦法追 那 核一場才發現問題嚴重 所以其實三年初 這個人死了之後呢 有問題之後 就要把我掉 可是那個時候呢 因為核一場的人 他不知道他的學技術 我都做工作紀錄都可以教人 他核一場呢 跳機不想要跳百次以上 那核二場就是怕跳機 他把反映爐 反映爐的一部機 有八十幾個傳送器 水位這個都交給我 兩部機一百多個 我就是負責這個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呢 由那個接點跳的改成類比跳的 那個系統叫做類比跳脫系統 那我負責兩部機 一部機完成了 為什麼拖來一年 因為下一次大修 我要負責把它做好 才讓我出來 所以我聽過劉立爾女士的演講 他說核電廠來部長 他說核電廠是個非常殘忍的產業 核電廠的維護跟運轉 是犧牲他們員工的健康 來做這個 那李桂林的這個 這個他 可以說是來現身說法 親自作證 不知道部長 你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們也非常同情 就是李先生他所面對的這個狀況 那 我們也就是說 在相關的制度面的話 我們一定會按照該順序的 我們去處理 那李先生當時在核電廠裡面 避免核電廠就明目張膽的違反各項的勞工安全的這個規定 那現在核電廠裡面你們怎麼去監督 這個部分我們基本上我們還是有我們的 你們看得懂嗎 檢查的部分 像李桂林先生那樣子 身體健康都出狀況 根本不讓他帶測量器 那個部分的話 屬於在原人會他們在管轄的範圍 依法的話 由他們來處理這個事情 對 所以你們管不到 不是我們管的是屬於在 處於輻射能源之外的部分我們管得到 對 所以我們台電的員工 像剛剛李桂林那個事情 是應該向原人會投訴 不是向我們勞動部是不是 那個時候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 原人會或勞動部 現在如果有這個狀況 現在情況的話 應該是向原人會 相關的預防措施或健康檢查規定部分 訓練部分都是還在原人會來處理 好來 抱歉因為時間已經到 謝謝我不注意時間 那個主席 抱歉 還給我30秒 來 好 謝謝 兩位請回座 那個李先生 李剛剛我們通過一個臨時提案 就是那個電焊的那個工程施工的資料 是 你剛剛跟我講說 如果只有那個主蒸氣管這個隔離法 八個焊道跟四水管路的四個焊道 你覺得還不足以這個 你希望可以再多要一點 你希望可以有一次系統 就是主蒸氣管加水管 還有那個RWCU 就是那個爐水進化系統 為什麼你要再多要這兩個部分的電焊資料 那個部分只要破管就是核災 那個部分 還有其他的我沒有提的 就是這次福島核災 它其實在地震的時候 它一個叫做高壓駐水 叫HPCI已經斷掉了 所以那個就是焊道的問題 加上地震太強 那那個高壓駐水有沒有在我們剛剛講一次系統裡面 那個還不算 它叫做ECCS系統 所以要不要一起跟那個 太多可能會太多 好 這樣來 不好意思 那個陳普查 還有我最後補充一下 不要再責備勞動部 也勞委會 以前是勞委會 因為他們這個部分被原人會把持著 那剛剛田修錦問了一句話那是笑話 你說這種病像原人會去申請去申訴 告訴你 原人會發一個文給地院 他說我做的儀器呢 不是 不會產生輻射 那我反問 我告訴法官 儀器是裝在反應錄廠房裡面 裡面到處的管線都有輻射 你想 原人會敢出這種公文 蠻天大謊的公文 在判理書裡面還提出來 所以這個像原人會申訴是個笑話 那關於那個核災的部分 不要在為難勞動部 好 來 了解 那那個陳布燦 陳副總 剛剛我們希望說 這個有關那個漢道工程的施工資料 希望這個一次系統跟那個RWCU 就是那個爐水淨化系統的一次 RWCU的部分 還有一次系統就是主蒸氣管跟水管 好不好 所謂我們講的一次系統 是包括反應爐所有相關連接的這個系統 這個非常的龐大 對 不要緊 不要緊 主要 只要委員需求的這個資料 我們就可以送 我只擔心對你們不太方便而已 你要多少資料 我們都提供 反正這個現在電腦時代 對不對 你的紀錄 還是都紙本 紙本 紙本 那一次系統跟那個RWCU 至少那個RWCU的我都要 好的 好的 沒有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